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高调展示研究成果 声称在七对实验夫妻中 有一组生下世上第一对基因编辑双胞胎 虽然尚未经过独立认证 也没有发表在医学期刊 还是引爆全球讨论 我只是告诉你什么我们讲的 是一个技术叫CRISPR 基因组织 你取出一个组织的DNA 它是组织的组织的组织 这个CRISPR实在组织的组织的组织 事实上CRISPR这项基因改造技术 并非新鲜式 但因为可能影响后代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 禁止在成年人本人意外进行 虽然科学家声称 实验目的是为了移除癌症 及邪有病基因 但科学界忧心目的很可能不止如此 消息曝光后超过一百名 中国学者发布联合声明 谴责这项基因编辑手术 违背生物医学伦理 直接进行在人体实验 实在太疯狂 面对外界指责 贺建奎不以为意 只说CRISPR用于人体实验 只是时间 早晚问题 科学家分析 拥有这项技术的 其实不止中国 但竞技的潘朵拉盒子被打开 会不会就此引爆全球各国 基因大战 已经引起高度关注 咱们新闻怎么报道